欢迎来到乌才说 然后今天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 是关于我的发型 也就是光头 那我剃光头差不多有一两个月的时间了吧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就是关于我为什么要剃光头 以及如果你也想剃光头的话 剃光头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首先先说一下我为什么剃光头 其实我剃光头是一个冲动之下的决定 对年轻人比较冲动嘛 就我一天突然发了一条朋友圈 我就说如果我剃了光头 是不是就没有人找我买保险了 然后底下呢就迎来了热烈的讨论 其中一个人呢就说 你要敢剃光头我就去找你夹单 然后就那一句话寄到我了啊 然后我立马下落就剃了个光头 想都没想 所以从我想剃光头到剃光头 整个过程可能半小时不到 就实现了 想跟大家分享第一点 就是到底你是不是剃光头 就是光头这个造型吧 比较适合头型比较圆的人 注意是头型而不是脸型 因为脸型会根据你的胖手而改变的 那头型比较圆的呢 剃光头会相对比较好看 你像很多明星 比如说张卫健 孟飞 或者说还有谁啊 徐峥 类似 大家会看到他就 他头从正面看是相对比较远 然后我的话比较幸运 也是我小时候可能睡的也比较平均两边 所以也还好 但现在的帅哥 都比较流行那种 比较长的那种 或者瓜子脸 对不对 肩的那种头型呢 可能就不适合剃光头了 你有头发的话 肯定会更帅 第二个观点 就是关于光头的维持 那很多人会以为说光头是不是每天都要剃 或者每天都要刮呢 其实不是啊 我开始也有这个担心 但是后来发现说 其实四五天 剃一次就好 像我现在可能都已经有两三天 没有再刮了吧 那刮光头比较彻底的话 当然就是用刀片刮了 但是呢 我都没有 因为一方面是我不会 而且听说那个刀片刮不好的话 会脑袋直接流血 我一想哇塞 太恐怖了 就没有 那我的话就是用那个电动剃须刀 那个其实也很方便 也不会很花很多时间 基本上 每天五分钟吧 五到最多十分钟 就已经刮得很彻底 很干净了 当然我刮胡跟刮头 是两个不同的剃须刀 因为卫生的问题 所以关于光头的保持的话 其实不是很麻烦 大家不用担心说 每天都要花很多的时间 在这个头发上 带来的一个变化 就是其实对我来说 没有太大变化 但对很多人来说 就是他们要开始戴帽子了 那我戴帽子的话 其实从很早就开始戴帽子 大家看节目的话 会发现我之前节目 几乎都在戴着帽子 所以如果剃了光头的话 就已经很习惯了 但就不知道你习不习惯 如果你不习惯戴帽子 你觉得戴帽子 会捂着自己头 很难受的话 你可能就不适合光头了 因为光头 你比如说在北方 可能会比较冷 所以你一定要戴帽子 然后在南方的话 可能会捂得比较热 如果戴帽子 所以你要权衡 很多人以为说 光头就不用洗头了 那每天洗脸的时候 顺便把脑袋抹一下就完了 其实不是 就是光头还是要正常洗头的 并且呢 我个人觉得 光头可能比有头发的时候 更浪费洗发水 为什么呢 因为其实有时候洗头发的时候 头发起泡 是因为你头发之间 那个摩擦起泡 那光头的话 可能反而起泡会比较难 所以的话 要用更多的洗发水 而且我个人觉得 真的是一个干净的光头 是对别人的一个 最友好的善意 因为人的头是会出油的 这个跟你有没有头发没关系 所以呢 剃了光头之后 肯定是要天天洗头的 注意是天天洗头 所以并不省洗发水 不过倒是很省电啊 因为剃了光头之后 基本上每次就是拿毛巾擦 就擦干了 就不再需要吹风机 吹头发了 如果你要剃光头的话 你一定要做好了 被周围的人调侃的准备 当然这个调侃 大部分是褒衣的调侃 是大家善意的调侃 但是你要知道 就是你的发型 在这个大多数社交媒体 或者在社交场合 是一个非常好的突破口 或者说是一个非常亮丽的风景线 其实大家如果看 比如这一集的弹幕 或者说这一个月以来 每一集节目的弹幕 你会发现基本上一开始 大家就对你的头发 就开始说三到四 就有头发的时候不是很帅的话 光头其实也不会让你更帅 就很多人或者很多人会说 寸头和光头是考验一个帅哥的 就什么 最考验帅哥的发型吧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 如果你光头也帅的话 那你这个人是真的帅 少数人会是个例外 比如我 那第七点想说 就是光头会让你迅速的成为 一个人群中的焦点 这个事情有利有弊 那对于我这个行业 因为我在保险行业嘛 其实这个有一部分是专业 有一部分需要你的形象 所以的话很多人是没有光头的 应该就没有吧 除非年纪特别大 头发掉光的 所以像我这种年轻人踢光头的话 真的非常的少 很多时候我就容易被大家记住 这其实也是优点 不违反国家规定 或者不违反行业规定的话 其实我觉得没所谓 光头一定会让你跟周围的人产生距离感 尤其是陌生人 我主要说陌生人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也知道了 尤其是在中国 其实并不是那么多元 在文化里 大家会普遍认为光头就是什么 劳改犯 或者说 生活重病 就是化疗 或者什么 就是身体不太健康 或者哪怕是年纪大了 头发秃了 所以才踢光头 再或者就是黑道上的 或者什么经常打架的 因为打架怕抓头发 所以那帮人经常会踢寸头 或者光头 但其实呢 我觉得我都不是 但是呢 我上次去泰国旅游的时候 就周围就有些同事说 不跟你聊天的话 觉得你这个人挺凶的 或者挺狠的 或者哎呦挺牛逼的 但是聊了之后 发现其实我还是一个比较好 容易接触的人 可能陌生人见到你 或者陌生小姑娘 在晚上看到你的时候 肯定就会对你敬畏三分 这个是一定的啊 光头给我带来的 最最最大的好处 我觉得是 节省了我大量的时间 就是出门前的时间 包括整理头发的时间 在香港的话 男生出门是一定要梳头 并且打油打蜡的 甚至我的话 每次洗完澡要吹头 或者是早上出门的时候 还要再喷那个发焦的话 其实每天在头发上的时间 可能至少要半个小时 到一个小时甚至 你想想看一天 如果节省一个小时的话 一个礼拜就是七个小时 七个小时就是很多人 一天白天的时间了 所以的话 光头这一点 我是特别特别的开心 就是洗完澡可以直接擦干 或者出门的话 直接走啊 不需要太多的准备了 时间这个事情 对我来说太重要了 因为我有保险顾问 和自媒体人两个角色 所以我一定要 最大限度节省时间 最后一点想说的话 就是到底要不要剃光头呢 真的是你自己说了算 就是你剃了光头之后 肯定很多人会说 你剃光头变好看 或者听光头变得不好看了 包括我周围的家人 或者朋友 还是说想要把头发留回去这样 但是我个人觉得的话就是 还是我要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就我想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 就光头这个事情 你爱看就看 不爱看就别看 我喜欢这样一种比较清爽 或者说比较 就是这个样子 你们看到的这个状态 就是我这个人吧 不太容易受别人的评价和干扰 来改变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其实谁说都不重要 你自己说了算 你想踢就踢 你不想踢就不踢 那同样也希望大家能够更包容 更多元的去接受这个世界上任何合理的事情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的话 请下方订阅我的频道 按个赞 我们下期节目 拜拜